这只小鸟堪称小鸟一族的闪电侠 它拥有极快的奔跑速度 从而导致每次上街都能被交警拦住开罚单 即使是这样 它也一刻都不肯停下飞奔的脚步 趁着交警开罚单的时候 它会跑进警察局 把它的办公桌搞了一团糟 然后在帽子里拉一把奥利饼 再把所有文件都撒满一地 最后推翻警察最心爱的咖啡杯 当他搞完事情回来的时候 警察依旧在认真地开罚单 那干脆就再浪一波 拿走警察的小皮家 在酒吧里倡议一番 然后今天在场所有的消费 都由他来买单 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 警察的罚单依旧没有开完 那干脆就多浪几圈 直到他被抓进了精神病医院 而他旁边的这位小杯 则拥有着另外一种超能 但凡心情稍微有一点点激动 身体就会发生爆炸 就算是自己的生日宴会也不例外 而对面的胖红 那就更不得了 他无时无刻都隐藏不住内心的粪 看到有孩子在踢球 他就会一脚将他踢向大海 看到无聊的小丑 他会给他来上一拳 看到有人在打喷嚏 他就会把爆米花扣在他的头上 看到医生帮他治病 他的手就忍不住的给医生一个大逼兜 从小到大 他无时无刻都在粪 而一旁的肥仔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能被抓到精神病院 老师只知道他和整个鸟之国的银行抢别案有关 就是这一群被世人当作是精神病的几个人 日后却成了整个鸟之国的英雄 这天一大脑 鸟之国的海岸线上来了一艘巨大轮船 大家都没有见过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甚至还有小鸟为此拍照流泥 随着船只缓缓停下 一层一层的铁门逐渐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只绿油油的小肥猪 他上来就给小肥送上了精致的果然 还给每人一个甜甜的拥抱 他们表示自己毫无恶意 这次前来只是为了和小鸟王国的人民交个朋友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他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攒劲的节目 还有各种高科技武器 就比如这支巨大的弹弓 大胡子邀请胖红来当第一个志愿者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胖红被弹出了三千多米远 就在这时 胖红突然赶到眼前的轮船异常的诡异 他们决定上船一探究竟 当他们上到甲板的时候 就发现这里堆着满满的炸药 进到船汤里那更是不得了 这里居然有着数不清的高科技武器 还有各种花里胡哨的奇装异服 而更加诡异的就是 小黑在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了船舱 这里居然藏着一望无际的绿色小猪 这显然是一场巨大鹰 看来有更多东西 吃饭面的角色 手引起来